主料,牛肉200克,番茄两个,辅量,油,盐,香葱,芝麻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准备好食材,番茄牛肉洗净,香葱切断,大米桃洗干净,水不需要加太多,因为煮饭的过程中,番茄也会有支出来,倒入适量油,撒入香葱段,放入牛肉平铺散放, 撒入芝麻,加入食盐,盖上锅盖,按下煮饭键,调到保温当时,开锅盖,把爆皮的西红柿去皮,搅拌均匀,再满10分钟,装盘享用了,烹饪技巧,番茄要挑选成熟度比较好的,会出来很多汁,我用的电饭锅是老式的分层的,如果用电压力锅做应该牛肉不会老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